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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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晚安 周末假期愉快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會議 大家盤後解盤的節目 要給人講會議專屬 因為我在這裡 錄完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現在錄完後回到 我還要每天 每天我在錄一段大概 20分鐘左右 給會員的影音 不是只有我們YT 我這是給會員 會員的影音是 封閉在我們公司的網站上面 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我就跟會員說 我們怎麼操作 我們未來怎麼操作 哪一檔股票要怎麼操作 規劃我都會跟會員講 基本的架構來講都是這樣 那來到這裡大盤拉圍 你覺得好事還壞事 那盤當然是好事啊 你不拉圍哪有什麼便宜貨可以減 這是第一個 你不拉回來知道哪一個股票 那個就像巴威特講的 當海水退去的時候 才知道誰在挪泳 當股市跌下來的時候 才知道誰是主流 這一定是這樣 那這樣的時候呢 讓我們的資金呢 就比較明確 有做一個檢驗 我們知道資金比較放在哪裡 比較不會這樣 大家都在那裡 揚來揚去的時候 他在漲我們在哪裡 你龍我龍 擺在哪裡 這才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這樣 那來到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個盤 這個盤的結構的一個部分是這樣 今天的盤是這樣 今天的盤殺下來 最多跌286點 然後又拉起來 然後收盤是跌了205點 其實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還好 那重要的類股 你看運輸類股漲2.8 昨天漲什麼 昨天漲2637 漲惠陽 那今天收下來 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貨櫃三雄 你說厲害嗎 對吧 那我等一下再看 你他們瞬間怎麼去玩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難度 那難度再增加 昨天還有漲一個 就旅行社 那五間旅行社都大企 2731雄師 你看你今天漲漲到現在 你輸多少 你把它追進去 別說這最高 在這裡這樣 差不多7% 7%到這裡的時候 剛才9% 16% 你今天 如果追在這裡 你賠16% 難度 所以獲利的關鍵是什麼 獲利的關鍵 除了選股以外 Keep point是買點 And賣點 你分得清楚 這才最重要 好不好 那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有些股票都是事前來跟拉獎 那事後呢 我們再來做追蹤 那類股的一個族群 今天漲運輸 其他基本上都跌下來 那也有一些股票是 拉回給你低借的機會 就像我昨天 就像我昨天 講這個 這個IC設計的股票 IC設計 最近IC設計的股票 比較弱的是 年華科 下來 那我跟妳講什麼 那我跟妳講什麼 妳看 妳漲還要負定 今天有 有了到 沒有了到 那妳就避開了這200多點 這就是重點 這樣 基本的架構來講 是這樣 那所以 在這個時候的操作 如果你 我們過年錢 農於過年錢 我們搶的是內支的股票 那外支的股票 就要 手朱帶兔 急殺來 慢慢地去 去 去基本稱 譬如說 我們這個外支 這基本面 不錯的股票 我們下來 我們接他 比如說我要準備 接10張就接10張就好 不要因為他跌一點 就要變成20張 不用 那有些資金 就要妳要懂得去搶 這樣了解 好不好 面對這個行情的結構 我是這樣講 就像我在講戶庭 他也沒去多少 但是在跌的 在這個行情裡面 在2454 是這樣跌的行情裡面 他是這樣的 就不一樣 對吧 我們不是每一檔股票都搶 來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講這個盤 我把這個盤稍微解一下 這盤來到這裡 你說搶不搶 今天最低點1447 1447 有沒有把這個跌破掉 1449 沒有 所以基本上今天本來很多人認為 他會一根長黑下來 準備來測試這個季線 你想都不想 那我們看40000 400的股價是這樣 他比他還都強 所以我們台北股市的大半 其實不弱 那個別股的部分還是偏向內支 偏向內支 偏向內支 偏向內支跟投信 為什麼 因為外資 國際股市 在跌的時候 外資賣超的會比較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請問大家 現在12月是美國重要的節日吧 放假 叫聖誕節 所以聖誕節要有假期 現在大家都放假 那如果基金公司的 Chief Dealer 首席大概現在都放假 像那個助手 小羅羅助理在那裡助手而已 所以他們買超的 這個金額就不會大 所以一般來講 在美國股市呢 都有一個叫做原業效應 什麼叫原業效應 因為12月磅有假鈔 一月份回來以後 才開始買股票 所以股票呢 一般來講 一月份上漲的機率 就比較大 這個叫做原業效應 那對我們嗎 不是 對美國高期 那所以在這個月跌 我覺得都正常 只要下一個 大家去基金 你不下一個 那你不跌哪有低的可以買 那你不跌哪有怎麼知道 檢驗你的股票 到底是不是未來中流砥柱 對不對 沒有海水退潮 那個巴威特講 怎麼知道誰在羅勇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OK好 那面對這個行情是這樣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 我們來看你看一些股票 看一下股票2330 台積電在這裡吧 那聯花科比較弱 是這樣下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盤我來看一下應該是怎樣 來 那這個地方來到這裡 我們看的 我給你看一下2731 昨天他漲停了 今天一根把所有的人全掛 這還好2731非常明顯 而且你看一下這是投信買超的股票 你說藍嗎 藍 你說生技類股的部分6589 6589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賣在 我不是賣在這裡 我是賣在這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如果你沒有記錯的話 我給你看一下 那天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漢達 漢達拿到藥證的時候 結果 漢達 不是 不是月豐 漢達拿到藥證的時候 那那天只有漲五塊 我就講說 那漢達拿到藥證的時候 還給五塊而已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 我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個時候6589 因為我們就從這裡賺起來 我們就下車吧 我認為下車 那為什麼要認為下車 因為最近有一些股票先漲 這都很興奮的 興奮它都沒有再推升的力道 對吧 那我昨天有講6875 你看它股價 這都有些東西都會提早漲 提早漲力多出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漲 你要怎麼漲 不然你要怎麼漲 什麼又把你放漲下去 這是最重要的重點 這樣了解吧 OK好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看一下4746 這什麼 這是投信買超第一天 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這什麼 台藥啊 台藥啊 你今天自己追下去 還是一個人漲停 這個就是概念 那我在這裡跟你講過了 比如說講過照鏡 照鏡的不如我說過了 那你就休息一下 20塊以上就休息一下 照鏡2444 對不對 20塊以上你自己休息一下嘛 那18塊以下你就去低階嘛 在這裡會整理一段時間 整理到明年 我在底下跟你講 拿到這個地方告訴你 他會整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個叫銀邦 這是8號的嘛 9號的銀邦 3693 那一天的位置在這裡 94 94 94.4嘛 今天已經119 你有看到嗎 我們看一下 我把這個給你看 2444 那時候15塊 現在19塊2 然後這個是94.4 94.4 3693 119 所以很多時候你要自己把握住那個 關鍵的操作 買賣點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一個東西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講兩個新掛牌的股票 兩個新掛牌的股票 那有一些那一些古早一景 我就不再去講 古早一景就像這一景 金箱店說15塊 雷虎說17塊 是不是 金箱店15塊 那都是古早以前的事情 我們就不再去講他 好不好 那我再來的部分就講一點 有建設性的東西 好 那你如果群組上有任何的問題 你會加入亞洲的群組 這個加我們的互動群組 我們群組是有互動的 我們群組不是你拿來看的 你可以在群組上問我問題 那我也會回答你 那我可以在群組上回答你 我們也在群組上發訊息給你 所以這個叫做互動的群組 要把握一下 那我們昨天講的是什麼 在這之前我們講了這一個 這個叫做光通訊的4979 他現在在這裡 他在盤整 因為他在關錦幣 他等他關錦幣 那我講說4979現在股價是多少 股價是51塊 然後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了一個展達 展達的部分也是這樣 3447 今天是44.5 新掛牌上來 剛好回測回到均線的位置 我看一下這月線是多少 月線的位置還不錯 月線的位置大概41 如果有到41 我看還有點藍 因為他今天最低的位置 好讓到42 42 42就是這個時日線 來到時日線 來到時日線守住了 守住了 那要到月線 那月線當然就更好 但是來到這裡守住 今天是一個紅K 對吧 那他就會有個比價的效應 跟這個就會 所以華新光就會比價 我昨天有講 他賺多少 2塊3毛9 然後華新光4979 1塊3毛6 那華新光的股價是多少 51塊 那3447的股價是44塊半 我說這個就會連動 那誰會把它連動起來 華新光開始漲的時候 就會把它連動起來 這樣了解吧 華新光開始漲的時候 就把它連動起來 這個就是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講 那再來就是寶勝光學 寶勝光學那是498 那我們看一下6517 現在股價已經66 這本來是498 那這一個是41 好這41 然後這一個是498 現在股價是684 498 684 那拉回有沒有到紅K中線 沒有 只有到601 那前面的高點是多少 前面高點是522 基本上來講 連紅K中線都沒有回來 我記得紅K中線也是573 這就強嘛 強嘛 昨天漲95% 今天繼續漲 今天繼續漲 對不對 今天從 均價64 漲了4塊4 漲了4塊4 對不對 那最高的時候 694 694漲了5塊4 5塊4就 就逼近了大概7%多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跟你講 這個就是在 在所謂的 軍工的 衛星的 鏡頭 衛星用的鏡頭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這個時候呢 就是要拿個股去換 或是拿資金去做調整 我們有個 紅包專案 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飛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飛凡 掌握未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飛凡商業台 五水 四五部 三五個 四五身 一招 七八 四五三 五四五 三八 五四五 五四六 六五個 八八 五五五 六五 五五六 五五 五五 五四五 五五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一个改端 那有一些股票的节奏上买卖点很重要 我再打这个给你看 不是 不是打错 2731 如果你今天买在这里 给你今天卖在这里的结论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要操纵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做你自己熟悉 不要报纸人家写这个 就写这个你就去看 这样你容易受伤 这样了解吗 OK好 那面对这样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讲一下生计的概念 生计的概念那时候我在讲 钻石生计的时候 我说那个时候来到300块 那那时候的剑桥是32.75 我再给你看6901现在几块799 那我给你看一下4114现在几块 现在50块2 差别点就这样 那来到这里我们看一下剑桥 他来到这里 他来到这里休息的时候 你觉得应该以前 以前是谁戴剑桥 6461 以前是6461戴剑桥的 你忘了吗 6461戴剑桥了 你们忘了吗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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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涨停 涨停 涨停 是他戴剑桥的 我把他调谎在这里 4114 那后面他涨上去 那到底他这个剑桥 往上走的时候 6461会不会上去 所以今天6461就比剑桥强 641就来到涨停板 他就把底打起来 这个就是节奏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说这个怎样的走势 含了一个股票 要跟哪一个股票 跟8028 8028也是这样 8028也是建了高点 下来在这里整理整理 然后拉起来在这个地方整理 那我们看一下 6461 有同样吗 对吧 过着前面高点在这里整理 是这样 那8028 过着前面高点以后 在这里整理 是不是都同样 那量不见了 6461 量 他量还有点量 那60 那个8028的量就少了 少了一点 这就是最重要的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 所以所有操作的股票的部分 买卖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去把它拿好 到底买点在哪里 这时候买卖点 我再给你看一下2731 不2731 怎么会好好笑 你看这样 我现在再拿一个图给你看 拿一个 这是万海盘中的时候 我给你看你看 你有注意吗 盘中的时候 从涨停打开的时候 还有人竟然把它砍到 要砍到跌停板 这653是跌停板 653是跌停板 你知道吗 那你买在涨停 那刷跌停要拿去买是什么 你玩什么 所以有些股票不是你该熟悉 你没有那个气度 没有那个操作的手法 你不要乱去买这种 有大人的股票 涨停一刷下来就往跌停走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但是他就挂这样 你会不会怕 那他就这样 你杀下去就卖在这里 卖完以后他要拉起来 对不对 拉下卖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79 79块1 没有 这不是79 已经拉下来了 拉下来 拉到这个位置是76块多 76块多 结果收在78块8 差了两块钱 所以市场上派人很多 你要去注意一下 好吧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这样 那有什么股票 我们可以再注意的 我刚刚也有讲了 从这个宝胜 宝胜 宝胜已经6517 这个是有军工的概念 然后另外3447 3447的一个展达 我说展达他可以跟谁比价 展达可以跟华兴光比价 华兴光4979 他现在观景币 有没有观景币 观景币所以他这一个位置在这里休息 那展达的结构的一个部分是这样3447 拉上去以后做换手的动作 换手的动作再来小量过高就漂亮 这个就非常注意 那你看宝胜就不一样了 宝胜6517 他的股本就比较小 他直接连回红K中线都没有 直接就拉过去了 你知道昨天涨几%吗 涨几%了 95% 今天再涨几% 今天再涨了4块4 再涨了4块4 所以有很多股票的操作你要去知道 那他是他这样攻 那这个会不会这样攻 他的董监持股 他的1000张以上的大户就73% 1000张以上的73% 占所有持股的73% 这样你了解吧 所以架构上来讲是很强的 这一些就我都讲完了 那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股票 那个赵静讲过了嘛 那我们还有一档 还有一档在哪里 还有一档低价的这股票 对不对 我讲说今天那漂亮 今天那刚好回到我设定的价位 一毛钱差一毛钱而已 我们设定了 你不要管我这哪一档股票 设定的是208 他今天最低点207 手板好像是说217的样子吧 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极叠的时候来买嘛 好不好 那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大家都在讲储能的标的 储能的标的8996来到这里 休息一下 另外一个呢6806 这投信买啊 投信买今天冲高以后又做拉荷 那我在讲另外一档股票是什么 另外一档股票是8028 这一储能的股票他不是啊 我把它放大他给你外资卖投信卖 外资卖投信卖的股票 你才是要介绍 我认为他有机会啊 为什么我再来看一看 我再给你看一看 这是国际半导体市场两个重要股票的走势 一个就是艾斯摩 这样穿高去下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Rs 就是就艾尔斯 就是全球最大再生经验厂 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11月创10年的历史新高 他呢 同样一个产业 产业总会有一个轮动的节奏嘛 所以来到这些时候我认为 这个就是Rs往上走啦 往上这样穿起来穿起来一直穿起来 为什么因为他调高了获利 那我们另外一个他有应材11.5% 另外他有生洋电池获得台积电的大单 生洋电池 这个也就是电池未来非常重要 他还生产了4680 现在全亚洲4680 大概也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做嘛 一家就Panasonic 一家就是生洋半导体 没有侵犯这一个专利 然后他有全球最大的薄化厂 台积电的供应的台积电 英辉林 德宜 瑞萨跟液化半导体 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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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低 位置就在这里 我每一次都在讲 这是月线嘛 这种月线这样就准备要攻起来嘛 那月线攻过去本来就 那个高点都会突破嘛 他股价不是在这个地方嘛 原来股价是回到哪里 回到均线的纠结 我们看一下今天 8028 你看他也是在这里啊 他所有在纠结就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大盘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里 但是这个14464 那这个位置呢 是144 他是不是跌破这里了 已经跌破这个低点了 对不对 但是他慢慢上去 我就很简单 我这一档股票就送给大家 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呢 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跟我们的这个群组 来做互动一下 你去看一件事情 一间公司跟他说啥 我给你看 他说我们过年不停机 在这里 过年不停机 过年不停机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全部都要加班嘛 那没有订单位 过年不停机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 你要懂得去买 你不要管他 你这都要买就去买 你要卖就卖 卖不下去 如果卖不下去买回来 不是变6806这样吗 卖不下去卖不下去 卖不下去买回来就降上去了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有个红包专案呈现给你 助理操作树立再见了 晚安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